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有一些恐惧害怕的心境以外 那期望同学可以藉由这样的事情 其实可以有一些新的一些感触的产生 例如说有些人很执着于 在蜻蜓上面很执着于 在就是种种世间法的这些事情上面的时候 我们观看这个世间的一个 哇迅速的一个变化 我们会觉得就是说 很多事情其实不像我们所想的这样子 好像没有他一个 就是有一个固定向的存在 然后一些东西都不会变化 那所以我们藉由这个发现 哇世间以来这些事情变化的这么快 那相对于有些人 他也有他的一个烦恼性 那我们也可以关照我们这个烦恼性 其实大家想看一看 其实这烦恼性也是不可抓取的 就像很多东西都一直在演变 无常的视线一直在演变 就像我们不要讲到20年前的烦恼 10年前的烦恼 5年前的烦恼 1年前的烦恼 现在又不晓得在哪里了 那再来的话 我们甚至于5天前 2天前1天前 甚至于10分钟前的那个烦恼 又不晓得在哪里 所以烦恼本身也是无自信 也是我们自己去很多的一个攀岩抓取来的 下午就同学就问了 他就说他梦到他爸爸 那他又就听人家讲说 好像梦到那个往生者的话 好像就是那个 那个爸爸是还在中阴森 然后没有投胎啊 没有怎么样 然后他又起了烦恼听人家说 所以我们常说 有时候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应该要以慈悲的一个想法 或是有智慧的想法去跟众生讲话 学习跟佛菩萨的一个角度 大家想看看 如果一个人听到他亲人 还在中阴森没有就是转世投胎的话 那心情上是不会好的 那再来就是 本来那有时候日有所思也有所梦 对不对 那如果每个被你抓来梦里的人 都还在中医生没有投胎 那还得了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事情要有智慧的一个判断 那很多事情就听听就算 我们人生本来就很像一场梦 那一般的人又还在梦里面抓取那个梦 梦中梦 然后就执着抓取哎呀我做了个梦 然后这个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这不是就是在 跟自己在那边就是好像在玩 有没有 玩完世间的种种之后 然后又在玩不够 又继续玩梦里面的梦 所以我们在看 韩三子他的在43页的72首这个林可 这首诗 他就有讲到妇女 佣金姿 一般的有些妇女 就是对于那个姿布的部分 也都是比较就是拥懒一点 拥懒一点 那他也不情于就是姿 姿那些布 那男众呢 他就讲懒得耕田 然后这样子的话 日子就过得非常的轻浮啊 一点也不朴实也不实在 那这些东西呢 生活上面的这些种种呢 就常常就是游荡啊 在到处好像在晃来晃去 不做 那再来呢 底下的那个 叠席 就是我们他拖着鞋子 手 一般我们在走路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会抬起脚 那如果是拖着鞋子 走代表他五金打财啊 没有没有力气去面对一些事情 所以他会拖着鞋子 手 然后那个走路起来 就是非常的 懒懒散散的这样子啊 所以这两个这个整个讲起来就是 男众呢 跟女众呢 有些男众跟女众 他非常的过了生活 非常慵懒 非常慵懒 那他这边讲的好像是在讲世间法的这些 其实这个是寒三子在提醒我们要赶快修行 要回到修行这条路上面 那这边后面讲到洞骨依影节 一般来讲你如果觉得冷 应该怎样 赶快穿衣服嘛 对不对 那觉得饿呢 冲肠食在先 肚子饿了 应该赶快吃嘛 对不对 那你说现在谁会怠念你 就是说没得吃又没得穿 这不会有人怠念你 那你自己这样子放上 就懒懒善善的这样过生活 那这个到后面是怎样 你就算苦痛哭参天 参天也不理啊 对不对 所以这首诗其实在告诉我们 其实人生其实很短暂 那我们常常都是被这世间法的种种给抓取住了 然后在这烦恼当中 或是就像是刚才说的那个梦中梦 抓取哎呀我做了个梦 这个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就到处去问 那就是怎样 也不精进也不修行 然后就是在梦上面就是做了很多的功夫在那边打转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首诗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好像是在讲世间法 其实真正在讲的是我们自己啊 这个设身其实非常微粹 像现在的疫情一发生 哇你看那个最近不是意大利就死亡 就是一百多例吗 那一百多例的话 如果按照他的那个就是死亡率来讲的话 那最起码这样子看起来也要有三千多例才有办法到一百多例 如果这样子算起来其实哇要好几千人 就是确诊的部分 那这很多东西其实都很难讲 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事情其实都很难讲 你今天好好的 像现在开始觉得哇原来以前我们想出门就出门 然后出门也没有任何恐惧也没有那个任何的害怕 我们觉得好像是应该的 好像出门就出门嘛 有什么对不对 那也不会有人认为说我出个门好像很稀奇这样 那现在因为有疫情的一个恐惧之后啊 很多人开始发现原来啊我们所认为出门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可是在现在来讲出门反而是怎样 大家会去觉得害怕跟恐惧 所以会去珍惜它 渐渐的未来如果疫情退了 大家如果开始又出国玩呢 或是种种的时候 刚开始一定会觉得很珍惜 因为想到疫情当作发生的时候 很多东西都没办法掌控 像最近也有人说他花了十几万 已经在一月初就已经预缴了一笔旅游的费用 那现在呢疫情发生了 那基本上旅行社的意思是说反正那个国家还没有所谓的疫情的一个扩散 所以就是他们还是要照办 你当然钱已经收了你叫他退 现在的旅游业又那么的不好不景气 那像开始有很多人说公司会倒啊 那还有那个旅行业者也会倒很多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可以发现 社会的一个经济状况其实已经很大幅的 因为这次疫情变化非常非常的大 那所以我们在看我们这些烦恼的时候 观众看我们这些烦恼性 世界的变化都这么大了 我们哪有一个就是实在 然后不会变的一个烦恼性的存在 所以如果我们藉由这样子 其实慢慢的看清楚这事件 然后慢慢看清楚这事件的时候 我们很多东西会静静的放下来 执着性 还有对这事件的一个烦恼 那如果我们待会我们就会讲到 如果我们可以把烦恼跟我们对这世间的一个烦恼性 能够慢慢的清澈 慢慢的清楚之后 自然这其实就是我们的菩提心的一个现前 菩提心的一个现前 所以这其实都是一个过程 然后一个过程 我们去了知这世界的一个真实相 然后借由了知我们这世界的一个真实相之后 我们讲赶快精进赶快修行 所以这个所谓的灵渴 其实就是在讲我们这个设身的一个微粹 设身的一个微粹 那就看同学在轻重缓急上面的判断 有些人还觉得没关系啦 反正明天很多东西还可以明天后天大后天 可是很多东西其实到了现在来讲 很多我们的变化是好几十年前的 例如说像现在疫情才发生两个月嘛 对不对 就有多那么多的行业都会倒掉 这个这种情形 其实我们如果放在几十年前的话 那个变化的速度是非常非常慢的 可能到了就是一些真正的一个景气不好 才会有一些行业的倒闭 那可是现在你看疫情发生两个月 哇一大堆的行业都很倒了 所以很多东西其实这样 这个无偿性都很难讲 那你还在那边单独你那小小的那种烦恼 小小的那个烦恼性 他还是抓取那个小小的烦恼性 他还是很常在小孩子的一个在船 或小孩子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那其实很多人他的一个烦恼 其实是被我们把 因为抓取了以后把它无限制的放大 可是你如果开始把你的心挪在 对这世间的一些关照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所思所想的烦恼 其实非常的微小 是因为我们我执 我的一个执作性 我的什么 然后就把它无限制的 然后一直一直的放大 那你如果没有看清楚你的烦恼性 大家看一下43页的这个72首领可 对不对 大家一定觉得没关系啦 时间还很多 今天甜梅根明天根嘛 对不对 今天不没知明天知嘛 对不对 那借由世间这样子一个疫情的一个产生 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就是修行的一个急迫性 不然的话现在讲那个一点就是有空我们就出国玩 然后去十几天都OK这样子 然后一讲到说有个产期要打好不好 我要想一想也许等到我有空 这其实这首是一直在提醒就是 这世间实在是都是一些苦的 就是这些这些事情 那我们可以跳脱出就是寒山子之前讲的这些事情 好像在六道当中一直轮回啊 那如果我们可以看清楚这世间的一个真实相的时候 我们渐渐把我们这些烦恼性放下轻轻近的自然而然就会跟法相应 那跟法相应自然而然就有很多的相应跟感应 那这个是自然而然产生的 不是因为我们去例如说追求或者是我们想要它就出现 并不是这些所谓的修行的一个境界修行的一个感应 都是因为我们心把这些东西看 就是世间这些东西看清楚了以后 我们的烦恼性降跌 我们心清静之后 这些感应自然而然就来了 那甚至于我们自然而然就会看得懂佛经在讲什么 很多人说师父佛经看不懂 看不懂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老是用我们世间的这些想法 在看这个佛经 那所以我们如果一直用我们的人的一个思维 在思维佛经的话 那当然会有这三个字叫做看不懂 可是如果我们可以跳多人的思维 用那个佛菩萨的智慧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对这世间没有什么懒着 那很多心开始清静了 那烦恼性减轻了 那自然而然佛经怎样 那个就是跟我们那个心的一个相企 那个就不是我们眼睛看 然后六四去判断 然后懂了的那个懂 而是我们本来就是像佛经里面所讲的这样的一个世界 本来世界就是像佛经这样子一个叙述啊 只是我们单着于这些世间法 所以没有办法去契入到佛经里面 所以人家佛常常说 他所说的是真实语的原因在这边 也就是佛经所说的都是这样真实的 那因为我们心呢太多的烦恼覆盖 没有办法弃辱到当中 这很可惜啊 所以寒三子借由这个林可呢 一直提醒大众就是这样 修行啊赶快啊 不要在那边就是觉得那个时间还很多 生命还很多可以消耗 如果有这样的想法代表你对这世间法的这些 就是还不够了解 我们这社生其实很微脆的 很微脆的 那你说你所认知的这些有偿的这个世间 其实这样 一切都是无常一直在变化 尤其同学不晓得有没有发现 我们现在的变化的速度是以前的好几倍 以前你要导一家企业 可能经过十年二十年 然后他因为他的经营不散啊 然后或者是他的一个一个怎么样 然后就慢慢的这个这个行业就不见了 那可是现在不是啊 现在像一个疫情可能有些行业就 就倒掉一片了 所以现在世界很多东西变化也是非常非常快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认知到这一点 我们就不会把我们的烦恼性看得这么的很惨 就一直抓取了这个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 47月的78首的身心 那这边有讲到啊 义者啊 义其经啊 这个经呢 他解释为精神啊 或者是 养生充气为义经啊 就是我们的 如果用我们一般口语的白话来讲 就是能量宝宝 如果我们像之前讲的我们在利诱禅修有没有 我们的那个根根层不要太多的交涉 同学知道什么是耗能量吗 也就是我们想太多很多东西沉浸在烦恼里面啊 好 对很多东西想太多 然后活在懊恼里面 或者是对未来充满了恐惧跟担忧 这些都非常的耗能量 好 那我们如果能够看清楚这世间上种种我们就不会有任何恐惧 反正世间本来就一切都在演变 我们今待会我们讲完这首诗 同学会可以看到其实很多东西 我们可以有一些一些的调整 一些的调整 那甚至于我们待会还会再讲到就是 那个佛城的部分 那个心态啊 对修行的一个心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寒山子这些诗 其实包括的非常广 好像他这一个好像是在讲仙 仙人 那可是我想他在诠释上后面的无异负无异 一般的人在诠释上会诠释为凡夫的无异或无异 可是如果了解那个佛经在叙述仙人 就是神仙那些 就是仙人其实他还在人界跟天界之间 他还没有证到天 我们上次有讲到天嘛 天的那个寿命非常非常的长 仙人还没有办法这么长 仙人只是说他的寿命比我们一般所认 就是说一般的人还要长一些而已 那再来他就是会有一些腾云家务啊 这些的那个 那些 就是他是会有这样的一个一个 功能的呈现而已 那个因为这个也还不叫做神通啊 同学要知道那个神通是 就是他没有自爱心 我想到这边 就到这边 可是其实仙人他也还有很多自爱心 我们待会下回会讲到 仙人他还是有他自爱心 所以我们看到益者益其今 如果我们知道能够收射我们的 眼耳鼻舌生意跟色身相会触法的一个 种种的一个交涉的时候 自然而然能够保存我们的能量 所以这个第一句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养生 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修行能够达到 真正确实一个效果 所以为什么要禅期 为什么要禅修的原因就在这边 我们一般时间在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这个领渴的部分 每天都在忙 为了 为了 刚才讲的为了一口饭吃 有没有 你 冷了就应该穿衣服 饿了就应该吃东西 那不会有人说 哎呀你有没有吃啊什么的 那只有我们自己要哭痛哭痛的哭起餐天嘛 对不对 这意思就是说 这些东西都还要我们自己去处理 所以这世间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忙 太消耗能量 那如果我们可以讲收盛我们这些 知道这世间法就这样 不单佐他 那我们就可以益者这样益其极 那再来可名为有益 这就叫做有益 那如果益者呢 另外一个益这个是改变嘛 变化 还有另外一种变化是可以这样 他变化他的形状 我们知道神心他是可以变化的 他可以化成一些其他的一些形体出现 这个世民为讲有益 就是能够改变我们的一个形体 那能益 负能益 你看那个益刚好都是这个益 能够益 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能量宝 然后又能够变化这些我们的外形的话 这个就可以讲上仙基 也就是神要成为神仙 我说的仙人的两个条件 就是这样 能量要保 然后怎样 能量要保 其实同学 除了我们刚才说禅修不收射 我们的那个炎耳鼻的身各色色相会处 其实这个当中里面就含有我们的所谓的慈悸 对不对 如果你的心一直向外攀野 像没有收射 那个收射的这个行为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慈戒 慈戒 慈戒就是这样 不要去杀到一望久 对不对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身口意往外交涉 那如果能够收射的话 就能够益其经 所以这个所谓益其经 其实以佛法的角度来讲 那也很好的 也有很多很多方面的一个诠释 那以仙人的话 那些老庄思想的话 他们一般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他对世间法 他有看得清楚一点 好像庄子有没有 在他太太的往生的时候 他就这样 敲着鼓 敲着鼓 人家说 哎呀你太太往生了 你怎么不伤心 其实伤心也是一种耗能量的行为 对不对 我们刚刚讲到 伤心 恐惧 这些都耗能量 所以那个庄子就说 那个应该要这样子讲 他太太只是 本来就没有他太太的存在 对不对 现在只是 回复到没有他太太的状态而已 所以他认为这是原本的状态 那他为什么要哭 所以同学可以看到那种 那种就是先的那种看法 他们对这世间上的这些情欲是这样 看得比较淡 看得比较淡 他们有他们的一个 一个看法跟想法 那当然没有办法像我们 就是佛法他的那么 那么深入的告诉我们 这世间的形成是怎么样 整个因缘的形成 那我们怎么样看透这些因缘 我们如何能够放下 他当然没有办法像佛法这么样的深刻 因为佛法他要的是生死解脱 不是成为仙 不是成为仙 所以他说如果我们能够 那我们的那个 收射我们的这些身心 能够让我们的能量、精神 这些都能够保充 都能够饱和的话 然后又能够变化身形 就能够当仙 可是就算当上仙 同学看一下 难道就一直是能义、负能义吗 如果一直是能义、负能义的话 就不会是所谓的无常的视线 对不对 无常的视线就是这样 我们有可 这个仙能够在能义、负能义的状态 可是他还是怎样 会转换成怎样 无义、负无义 对不对 刚才有讲一般人在这边 有些人的诠释是认为这个是凡夫 可是呢 如果你能够了解佛经里面对仙人的一个看法的话 其实这边无义、负无义 应该描写的是仙人 也就是说 你看点那个 我们上个礼拜讲那个天人的部分 他寿命在场 如果他没有经过修行跟修辞这样 往下躲 对不对 所以一样 如果呢 这个仙人呢 他没有这样 当上仙之后 他没有在往上修禅定 这些等等的功夫的时候 这样 就不免这样 终不免十二 还是会往生 所以仙人、仙吉不是我们所要的 因为他不究竟 他不究竟 同学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边 大制度论的里面有讲到仙人 他里面就讲到 其实他就是在喝身 喝身 我们对于身相的一个执着 例如说 像 这几天就遇到一个女众 他刚好他就说 他最近因为 就是有一些状况 所以他一共瘦了五公斤 那当然他瘦了以后 那个看起来就年轻 我说 你看看起来年轻 大概十岁 然后他就很高兴地告诉我 就靠近 师父你看看我有没有皱纹 我有没有皱纹 所以你一般的人就是 因为他好听的话 然后他马上就这样 被执着抓起 然后就开始很高兴 就产生很高兴 可是你看 那个大智度论就告诉你 也就是在 其实佛经里面都是这样讲 这个声音呢 例如我说 我现在讲的当下的这个字呢 就其实都一直成为过去了 对不对 所以身相本身也没有一个这样 没有那个自信 也一直过去 一直在无常变化当中 那众生因为执着抓起 例如说 看看谁赞美我 还成立在那个当中 这就是一种执着跟抓取 哎呀那个赞美 哇你看我好年轻 哇那个还活在那个 那个赞美声当中 可是其实在他赞美的 在那个撒那那个 那个声音其实怎样 都过去了 可是众生这样 还在抓取 哇你看你看 哇我被称赞了 所以你看 他哲明就说 因为这样 愚痴的人呢 不了解这样 身相无常变化 一直无常变识 也就是当你这个声音 听到的时候 其实他又成为过去了 那我们用这个方法 来观我们的烦恼性 不是也是一样吗 其实烦恼性 也是我们这样 自作抓取而来的 本身他也并不是 真正的一个存在 是因为众生他 很多的执着 很多的抓取 那产生了 最近就有一个 认识很久的一个女众居士 就问我说 师傅啊 师傅有烦恼吗 那我就跟他回答 我就说 你这个问题啊 这样很好 曾经有一个 我师傅就是他去坐 那个火车自强号啊 我就用另外一个方式回答他 我说他就去坐火车 坐那个自强号的时候啊 那那个就有一个人 就看到我家师傅 就跟我师傅说 师傅你也坐自强号啊 好像意思是怎样 师傅就不应该坐自强号 这样子 那我们就跟他开玩笑 又不懒呢 师傅不坐自强号 不然还在后面追着火车跑 所以就说 师傅有没有烦恼这件事情 其实相同也是这样到 可是呢 在看烦恼性的这件事情呢 一般我们这样 一众生的执着抓紧 他就绕着走 他的那个烦恼性 就是例如说 他今天看到一个杯子 他就开始 啊这个杯子放在这边 这个是新的旧的 这个是好的坏的 然后就一直衍生了 对不对 那个烦恼性也是这样 一直衍生一直衍生 就像刚才说的那个 哎呀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到我的爸爸 那人家告诉我 我爸爸他如果说 在梦里面看到那个 那个那个往生者的话 那个往生者一直都在 终于生没有投胎 然后你看他这个烦恼性 是不是越来越大了 我们本来只是看到一个 我爸爸这件事情而已 可是怎样 因为很多的言语 很多的那种 我们的对 那个烦恼的执着抓取 越衍生越大 产生他哇 怎么办 我爸爸还没 怎么会 就是往生这么久了 还没有投胎 那变成衍生成这样的一个烦恼 这我们可以看到众生他对烦恼的 他就是这样一直衍生一直衍生 可是呢 我们在看这个烦恼性呢 其实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知道烦恼生起 可是这个东西其实不是那么的 恒常的 恒常不变的 那再来就是事先法的很多东西 我们现在看似好 也不一定是好 现在看似坏 也不一定是坏 那借由这样的一个关照 其实我们 那个烦恼性会这样 越来越轻 或者是借由很快的转念 烦恼马上这样 可以转念转念掉 所以心是比较这样 清静的 比较不会去沾着于那些 所谓的烦恼 那也是像这个 那个喝声的部分 其实也是可以用来 我们去看我们的烦恼 关照我们的烦恼 相对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烦恼 怎样 一直一直的过去 好 所以一般的众生 在以过的生当中念 而生怎样 浊 产生执着性 好 我们看这个例子 像五百仙人 有五百个仙人 他在怎样 山中住 那有位呢 就是 争托裸女 他在雪山的池当中 洗澡 洗浴 那就 这五百个仙人 只是听到这一位 美女的歌声 就失去禅定 那 心醉 狂义 不能致辞 同学有没有发现 你看有没有 为什么会失禅定 因为要心的 散乱 心散乱 为什么会心散乱 因为他的耳根 耳根跟怎样 深层交涉嘛 产生执着嘛 所以 而且这声音又非常的好听 所以那他怎样 心就是整个散乱掉了 那所以他失去产病 不能够这样 不能够这样 致辞 同学有没有发现 原来仙人 有没有 也要持戒 像这个 就是很多的那种 隐喻 或者是那种很多的那种 一听歌声或是怎么样 同学你看到没有 失禅定 也是这样 往下躲 马上这样 你看 他在后面就讲 譬如大风吹株 淋树 听闻这个 奇妙的歌声 柔软清净 就生这样 邪念想 所以事故不觉 心狂 心产生的种种的狂乱 我们心其实都常常都在狂乱当中 所以佛经常常都形容 我们这颗心 像狂相 像弥猴 就是一直蹦蹦跳跳 没办法这样 收我们这颗心 那后面呢 这五百仙人呢 这辈子 施诸功德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 只是一个听到一个歌声 就施诸功德 而且这样 后世当讲 多二道 那同学会觉得很害怕 我只听个歌 然后心散乱 为什么就会这样 多二道 这原因其实 我们看到 众生的判断 看到这样子就认为 应该就是这个导致的 可是事实上呢 他如果只是心的一个散乱 他除非他产生种种的念头 然后后面有所谓的业力的部分 那不然呢 其实这个是因为当你失去禅定之后 你没有办法再继续往上升 你没有办法继续再往上修持 对不对 因为你失去禅定了 你没有办法再往上修到 那个所谓的色戒跟无色戒 那很容易就退转 那再来就是 我们当我们失去禅定之后 心散乱以后 我们常常就是散的 那个累生累劫当中 种下散的种子跟恶的种子 那可也不晓得哪个先发芽 万一是恶的种子先发芽的时候 我们失诸功德的时候 没有办法设心 没办法设心 没办法再往上修 就很可能是这样 往下躲 所以他这个原因是在这边 失诸功德 其实这些都是这样 这辈的失诸功德 这些都是一些 那个所谓的导火线 那真正的因是在于 我们累生累劫当中 种下的这些恶果 那因为失诸功德 所以这样 那这些恶果这样成熟了 成熟了 好 那所以他剁恶道 所以我们看有志之人 观这个声音这样 念念生灭 这个声音其实也是这样 一直在生灭生灭生灭当中 那但是因为我们因为 这个声音一直讲 一直讲一直讲 所以我们会觉得它有个时间性 而且一直一直持续 有时候会觉得持续 一个小时半 好像我们现在讲课 持续一个小时半 但是其实这个声音是怎样 一直一直一直 就是断 就很像我们之前讲的 我们巴士的种子 一个一个这样接连着的 只是因为我们听那个声音 因为我们的频率相应 所以会觉得它是一个 连续的状态 可是事实上这个声音本身 如果同学 就是说能够心静下来的时候 其实这个声音本身 它也是一个 顿顿须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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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组合 成为一个就是一个句子或成为一个一段课程 这样子一个组合的效果 所以声音本身它也是这样念念神灭 念念神灭 而且前后这样不拒 我们都认为前面跟后面好像很完整 可是事实上这些也是一个音源上的一个合合而成 像如果说我们现在正在讲 讲的当中这个麦克风忽然坏了 所以这样不一定这个声音就能够一直持续 对不对 这也是因为我们现在能够讲课 同学可以听到的原因 现在是因为这个麦克风它本身这样 它是好的 然后可以把那个声音扩大 那如果这声音突然也是没了 那个或者是现在有突然起了风 或者也有些因缘性 没有办法再继续这样子讲下去了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因缘性的一个合合 并没有一个就是实体的存在 可是因为众生它抓取声像为 就是抓取有个我 那有个他 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个声音是一种持续的状态 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就是看清楚这个实相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这个声音其实它也是这样 没有一个实体的存在 只是我们因为执着抓取这个像 所以认为有 认为有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看 所以就这样可以能够不神拦着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这样的了知的时候 自然对声音这样 会产生很多种的了知 那个执着性 例如说听那些赞美的话 听那些好听的言语 听那些好听的种种 就开始这样 哇 执着性 然后对那些讲好听的话 我们就对它有好感 然后就甚至就是当遇到一些事情 我们就没有什么判断性啊 反正这个人对我讲的这个话比较好听啊 那人就开始这样 被第六意识这样 模糊掉了 那你没办法看到这个人的一个本质 你只看到他的什么 讲出来的话 这个人讲话好好听喔 可是同学有看到他讲这个好听话的背后呢 也许有些人讲好听话的背后是这样 他有他的目的在啊 所以我们要看清楚一个事情的一个本质的时候 要去掉这些这样好听的话 你才可以看到那个事物的一个本质 不然你就被这些好听的话 或者是这些言语给这样迷惑掉了 就像我们 本质我们的什么菩提心啊 如来藏啊 这些都已经具足了 那可是我们被我们这些根根成交涉 这些东西给这样迷惑掉了 所以我们认为这样 这些东西为 就是根根成交涉 这些东西为实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的什么 如来本性啊 这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同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若识人者啊 能诸天因月善不能乱何况人生啊 所以人家说啊 你要能够大赢赢于世 也就是说你如果在这世间当中啊 你不要说去住乡下比较清静 去住哪里比较清静 你就算住在都市里面 这个吵杂的声音 你都觉得怎样 还好的时候啊 你就能够接受 能够做一些处理的时候 自然而然你去住哪里 你都会很自在 对不对 那相对 如果你对于这些天月 其实是非常的能够获人心的啊 所以如果你对于天月也没办法乱你的心的时候 就算人家讲的在一些唱歌的声音啊 一般人唱歌声音或讲一些好听话 也没办法怎样乱你的心啊 这就是所谓的定 渐渐的有定 那一般众生不是啊 都是被这个牵着走啊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怎样 所以当你当上先级之后 还是有会到这样 无异负无异啊 剁下来了 对不对 剁下来的时候这样 不免使恶啊 所以这个当求做生间 怎样不究竟嘛 像大制度论里面有讲啊 曾经有一个仙人啊 因为他就是起了一些比较不好的心啊 那个就是那个地方一直好像干旱吧 都不下雨 那就有一个国王啊 就找了一个美女 美女啊 那美女就摄幼 那那个仙人 他本来要经过那个地方啊 那个美女摄幼 那个仙人就掉下来了 然后又一样失禅定 然后一样 然后可是这个仙人 他毕竟还蛮有修持的 所以他又赶快设心 有没有 又赶快再修持 然后再又再回到先级 所以以当上神仙来讲 其实我们看我们的佛法 其实比那个所谓的仙 还要更加的这样 威系嘛 威系很多啊 那个仙只不过就是 寿命稍微长一点 然后能够有一些 就是能够改变他的行而已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48页的 观空80首 好 我们常常就说 那个心啊 如果我们心像那个 必见 就是我们的像那个 吸水 吸水非常的沉心啊 毕竟呢 那个泉水清 那个我们的心 能够这样的清净的时候 心要如何能够清净啊 刚才有讲嘛 含山寺前面在讲呢 就是看清楚这世间的真实相嘛 本来就是大家对于这些 名誉啊 或者是这些美女啊 那个种种的种种的抓取啊 那如果这些其实都是产生我们的烦恼性啊 如果我们可以这样 看清楚这些东西也没有一个实体存在的那个实相 像我们不抓取的时候 自然烦恼清了以后 这样心就会比较清净 心就清净 那像含山寺一样 这样 月花 月花白 也就是这样 能够端正 那个月亮这样 非常的皎洁 月身上非常的皎洁 那这其实也在说含山寺 他的一个心态 心很清净 前面这个 那个水的部分也是在讲他心的一个清净 那月亮的皎洁 其实也在讲他的一个心的清净 那末之神自民 同学这个末 同学这个末跟 我们该看一下 我们上一次有讲到一首诗 叫做末末永无缘 对不对 有些人就讲很安静 都不讲话 这个末之啊 这个末之以佛法的修行来讲 这样这个末之 其实就是已经讲到修行了 第一个讲的 这个是有修行的 然后第二个讲的是 一般世间人的认知 默默安静 安静不讲话而已 那只是我们就是没有 那个蛇跟的部分没有作用啊 没有作用而已啊 那前面这个末之 是我们的眼耳鼻舌生意 没有去跟蛇身相慰处法交涉 没有去交涉 所以那个末这样 那个末就是这样 整个急静下来 这个佛法当中这个末就是要 就是要透过修行 一般人的顶多就是哎呀 认知的末就是这样 安静而已啊 哎呦我很安静 可是你要能够就是 眼耳鼻舌生意跟四身相慰处法 都能够不交涉 那个就是必须靠由修行 修行当中像我们禅坐 以禅坐来讲的话 刚开始我们就说心会这样 我觉得心很乱 那心很乱是我们禅坐的时候才乱嘛 并不是嘛 其实我们平常是就心乱乱惯了 那既有我们能够觉察到我们的念头的生起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看清楚这世间的一个真实相之后 我们才能够这样 真正的达到佛法当中所说的末 所以佛法当中这个末字呢 如果是在讲佛法的修行的时候啊 这个末字就是这样 你有交涉啊 那个那个急静啊 那个心那个急静啊 如果同学能够这样 让自己的心能够这样 没有当中没有任何的念头啊 好生起的时候啊 我同学会知道 哇那个其实就是所谓的清安 我们心很清静 很清醒 那如果我们能够莫知的话这样 生自明啊 那个我们的这样 很多东西自然 那个明啊清清楚楚啊 如果这样 我们藉由打坐有没有 我们之前有讲 灰尘慢慢的 尘埃慢慢 就这样一杯水把他摇摇摇摇摇摇 很浑浊对不对 那他那个尘埃如果慢慢的沉淀下来的时候 我们自然而然可以看清楚我们的这样 那些就是更维系的尘埃 也就是我们更了解我们的念头这样沉浸下来 所以这个神志明是这样清清楚楚了之 我们的每一个念头 每个念头都这样清清楚楚的 好 那再来呢 观空境欲集啊 如果我们可以这样 不交涉 然后自然这样清清楚楚啊 那对于这些空境这样 我们自然也能够看着这样清清楚楚啊 也没有任何的拦着跟执着啊 好 同学这个空啊 以小圣的佛法的空的话 他诠释是有空间的意味啊 可是以大圣佛法的空的话 这要诠释就叫做无自爱心 也就是说我们例如说 刚才讲的那个 我做了个梦 那梦里面梦到我爸爸 这是不是一种自爱性 一直衍生嘛 然后产生烦恼性 然后很多很多就越来越 越真实越来越确实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烦恼常常都是这样子 我们的一个周边的人讲 然后再来就把我们烦恼性越来越确实 好 那观空呢 我们就这样 没有那个自爱性啊 好那想法当中我们跟 佛菩萨的智慧相应的时候 自然而然这样 我们看清楚 这讲白点 这世间法的部分都像梦了 我们不会去这样 执着抓取梦里面的烦恼为烦恼啊 那一直延伸啊 对不对 好我们自然可以这样 清清楚楚的 所以 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心清静了之后啊 然后怎样 不要跟根层没有任何交涉 自然怎样 看很多东西都这样清清楚楚的 那再来我们念头也这样清清楚楚的 那对于空的部分呢 我们也这样没有任何自爱性 我们观空的部分 我们也没有任何自爱性 不只是我们这个设身 对我们来讲没有自爱性 我们的想法 因为跟佛菩萨的智慧相应啊 就看这世间法也这样 没有自爱性 好 那同学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自爱性 会有这么多烦恼呢 就是因为一般的人都用这样 凡夫的角色 角度在看这世间 好 例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啊 我的爸爸 又是我 对不对 好 所以像以一般的那个小圣的那个 那个来讲的话 他最起码可以正到我空的部分 那法空的部分 因为他有一个虐盘可入 所以他还没有这样 没有办法正到法空 可是至少要正到我空 同学也想看看 如果一个正到我空的人的话 自然而然不会去执着我的爸爸 然后我做的梦 我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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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 你就不会有这方面的执着性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对这些 对空的部分 我们有所了解的话 没有那个自爱性的话 自然而然这样 很多东西就会越来越清楚 所以这首诗 其实他是把韩三子的一个 一个那个修行的一个 就是他的一个境界 跟大家能够表述出来 那一般的众生呢 他大概认为的默默是在这边 就是默默永无缘 然后后生何所述 你只要沉默不讲话 那后面的人怎么样去叙述你呢 那如果我们都隐居在领首 一般的人认为隐居一定要在领首 其实大隐居隐于世 我们刚才我们之前说的离世间法是 我们对这世间没有任何执着性 而不是我们离开这个世间去住在领首里面 就是住在森林里面 这是不一样的 因为以菩萨的角度 他要度众生 那森林里面没有什么众生可度 所以所谓大隐于隐于世的原因在这边 在都市比较好怎样 度人 那你如果隐居在领首当中 你的智日和游出 你的智慧怎么有办法怎样 神奇啊 对不对 大家想看看 菩萨最重要的是什么 慈悲嘛 那慈悲就是对众生嘛 那你又躲在领首那边 就是不去面对这些种种的众生 不出来度众生的话 你的智慧怎么能够这样提升呢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有没有发现智慧从哪里生 智慧从在跟人的一个接触当中 或是在度人当中 或者是在与人的一个交谈当中去产生 有人问啊 师父那个度众的不问题 有人很需要很急的被度啊 那怎么办 那其实以我们的角度是这样 我们不会有业绩压力 所以像佛菩萨的那个心态是这样 众生他要有因缘才度啊 也就是说他真的 像他之前这一首诗这样 他对世间的这些东西看透了 他想到要修行了 你度他才有用啊 对不对 不然的话 有些众生觉得这世间还很好玩 然后你就一直跟他讲 哎呀要修行啊 要好好怎么样的 有没有可能性 很难嘛 对不对 因为他还对这世间很多的胆着 很多的他觉得很好玩的地方嘛 那你又一直想要去度这样的众生的时候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变成怎样 这个本身这个这个人的一个执着性呢 为什么一定要度这个人 对不对 那个又回到是我的亲人 我的什么 所以我要先度他 可是事实上呢 很多人可度嘛 没有业绩压力嘛 因缘道了成熟的人这样先度啊 好 如果我们可以用佛菩萨的这样角度的话 自日这样 我们智慧才会这样 产生啊 对不对 不然的话 永远都在这样 隐居在临手 连那个那个慈悲智慧都这样 无法增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枯搞啊 非尖畏啊 我们所认为这个色身好像很坚固 其实这样 就好像是这样 枯搞的这些 这些这些树木而已 或是这些草而已啊 好 然后怎样 风酸啊 成妖籍 小的啊 在种田当中来一个风跟酸啊 就这样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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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的那个稻子就这样 没有办法生长出来了呢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后面讲这句啊 土牛跟石田 也就是我们刚才之前讲啊 那个师姐一直问说 哎 这个人 我要渡这个人 那这个人 哎 我觉得很急 同学 被渡的人如果不觉得急呢 对啊 人生还有很多好玩的 我干嘛要渡啊 我干嘛要修啊 这就是所谓的土牛跟石田 那我们如果怎样 不了解 佛法到底在讲什么的时候啊 常常也落入到什么 土牛跟石田 也就是讲 没有这样 得道日 这个得 这个道就是这样 那个一般来讲 这个道 那个因通的呀 通那个 就是成佛道的那个道啊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你看 那个 寒三子有时候 他又用很多的方式 都一直在叙述的是这样 要让 就是那个 呈现都是寒三子的慈悲跟智慧 一直在告诉大家这样 赶快修啊 赶快修啊 好 那你如果不修呢 然后又看不懂佛经呢 然后又没有办法 又一直在这世间 灯染的话 好 就像这边讲的 智日河游出啊 那 土牛跟石田啊 这样子 永远没有办法得道啊 好 所以 有没有 这一回归到 寒三子 常常坐他 家的前面的那条路啊 对不对 很清静啊 很皎洁啊 同学有没有想走啊 有吗 对不对 那那个清静跟那个很很就是没有烦恼的那条路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边啊 好 前面这一个记字啊 有没有 必见泉水清啊 寒三约花白 莫知神志明 观空静欲击啊 这就是寒三子经过修行以后 他这个心态的一个呈现 心态的一个呈现 所以修行 就是透过修行的他心 很清静啊 那他对这世间法的部分 他也没有任何自爱心 那后面我们大概讲到浮沉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 我们之前讲到游世入理 对不对 这世间法呢 我们去契入到那个佛法的真理当中啊 这个佛城其实就很好 非常好的一个一首诗啊 好 那我们先看到八十一首 是八页八十一首的夜市啊 我今有一卤啊 卤这边他这边的诠释是假 是内衣啊 可是其实以出家种来讲 还会和寒山子来讲 可以诠释成这样 袈裟 他说他有一件袈裟 那这件袈裟呢 非罗亦非这样旗啊 这件袈裟呢 不是捐做的也不是怎样旗做的 那个颈旗啊都不是这些 那借问啊 这件袈裟是什么颜色啊 什么颜色形成啊 不吼印不紫 不是红色也不是紫色 好 红色袈裟 代表的是什么 注尺啊 一般来讲 注尺师傅他会穿的是红的嘛 对不对 好 那紫色袈裟呢 紫色袈裟 其实他那个就以前皇帝有没有 赐给国师的 有些出家中他们成为国师嘛 他赐给国师 他就是紫色的 紫色的袈裟 所以他这个不吼印不紫代表什么 他不是单纜这世间的这个富贵啊 不单纜这世间的富贵 那不吼印不紫呢 如果我们以菩萨的心态 就算是怎样 他接了注尺 他接了国师 他有更多的能力去帮助众生 也没什么不好 了解这意思吧 一切其实都是因缘性 待会讲到这个浮沉有没有 浮沉的我们可以看一下 夏威 夏威给他看一下 因为这边其实不吼印不紫 大家一定会看到这边一定会说 是不是我们如果有人告诉你 今天你可以居什么官位 我们都不要做官 因为这样不吼印不紫 并不是哦 我们可以看到 四十九页的浮沉的地 第二行的 李凤义当属 有没有高提玉富去尘 那佛尘呢 他可以这样放在佛桌上给大家拜 也可以这样 在那边少尘埃 所以代表什么 可高可低 了解这意思吗 这才是真正的修行人的一个气魄 而不是说 就一定是不吼印不紫的意思是这样 人家如果说 做什么位置 不要啦 我们做人要谦卑一点 然后不要去做 不要去贪官位 不要去贪什么 可是同学要知道 你真的需要你做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也是大丈夫心态 大丈夫气魄 该承担怎样 责承担 而不是说 遇到任何事情 哎呀不要啦 你看佛经 你看韩生子 不是有讲吗 不吼印不紫 不要去当住持 也不要去当国师 可是如果我们当了国师 可以利益所有的百姓众生的时候 当不当 当嘛 如果做住持 能够就是安稳一世的 那个就是一世的 那个就是出家种的时候 也是要当 所以这些东西叫做什么 当当即当 也就是说我们的因缘性 如果有可以帮助更多的众生的时候 也要承担起来 而不是说一辈的说 哎呀不要不要不要 好 所以你看呢 他这边也讲 后面也讲 你看他一件袈裟 还有这么多作用 夏天呢 就这样 做三 那冬天呢 就这样 当被子 可以再 盖 多盖一层 那冬夏呢 替护用 冬跟夏 都可以用 这些常年啊 就是这一个 这一件 这家是要怎样 不管是怎样 冬天还是夏天 怎样 都可用 好 来同学我们来看一下 这首是跟这首有没有很像 这首是那个唐朝的那个盘运 盘运居士呢 他是那个马祖道义的弟子 所以是禅宗的 禅宗的 那很有趣哦 你看这两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像 只是一般的人在看的时候会觉得 那个盘运他所写的这首诗呢 可能他的境界好像感觉比这个 韩山子写的高 可是事实上呢 事上面如果没有看透彻 那这个所理 就是这边所讲的理的部分啊 只是怎样 空理而已啊 同学了解这意思吗 也就是说 你没有看像韩山子对这世间的这些 看透彻之后 你要讲到理的部分 那个理只是怎样 口头禅 嘴巴讲讲而已啊 嘴巴讲讲而已啊 好 这边旁居士那个语录里面就讲到 我有一件大衣啊 这件大衣呢 不是怎样 世间的卷 其实这个一大衣 就是我们的如来本 如来葬啊 如来葬啊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怎样 没有办法用世间的怎样 卷啊 非是世间卷 也就是你没有办法用世间的东西去形容啊 对不对 好 世间当中 那些物质的部分 没有办法形容这件大衣啊 我就算是世间法当中最好的 叫做卷的这一种布料 叫做卷的这一种布料 也没办法怎样 我们可以在这白色当中我们看到电影的荧幕当中一直播一直播嘛 今天有播爱情剧明天播武侠片然后后天播恐怖片 可是怎样 最后当东东播完的时候那布幕还是白色啊 对不对 所以重色怎样 揽不着啊 金金如树炼 好 那个 这件衣服的卷呢 好像怎样 白 白卷一样 好 白卷一样 白色的 好 那 柴的时候呢 不用刀 哇 大家就想 哇 好神奇哦 这件大衣量 一般我们 这个其实就是否定掉世间的这些执着性啊 对不对 好 我们常常都 有一件大衣就是一定是世间上的卷 告诉你不是哦 那我们就会想 这个一件大衣一定要染色啊 他又告诉你色不着 那又告诉你既然这样子的话 这么豪华的衣服 连卷都比不上的话 可是他又怎样 金金好像这样 白金金亮亮 好像这样 白卷一样 好 那 再来呢 我们一般的人在世间的时候 我们会这样 裁缝的时候 我们会有刀 对不对 他又告诉你 才死不用刀 哇 这下子同学就闷了啊 好 缝死这样 不用线 那不用刀又不用线 怎么缝呢 所以长持不离身 有没有 我们讲到如来藏的部分 一直跟同学讲的是这样 如来藏 他本身有限体大 体大就是片一切处 所以怎样 这个如来藏其实怎样 都在我们身上 都在我们身上身边 不在任何一个处 因为众生会执着一定要在哪里 那其实呢 他讲到不离身 他也没告诉你这样 在哪里啊 所谓的不离身的意思就是这样 不要有任何执着性一定是在哪里 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 一定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一定在哪里 不是哦 那个如来藏如果片一切处是怎样 到处皆有 到处都有 好 那有人自不见 大家有看到吗 没人看到过嘛 对不对 那三千世界 披遮寒暑啊 那有情无情这样 西附片啊 也就是说 以沾 那个 这个这个 如来藏的怎样 遍满三千世界啊 好 不管寒跟蜀怎样都有都有在 好 那不管是无情跟友情 也都有如来藏的存在 好 都有 好 所以我们之前讲到 像那个大神奇心论里面就讲到体大 好 好 那你如果能够批尺大一啊 也就是说 我们能够放下世间法的这些种种的时候 然后能够尺尺大一 批了啊 直入怎样 空王殿 这个空王殿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观空境遇及 其实有相同的道理啊 也就是怎样 我们对这世间怎样 没有任何的执着性就叫做怎样 直入空王殿 直入空王殿 那同学 这个好像空王殿 哇大家就开始执着于 哇我要入空王殿对不对 其他也有那个 那个 禅师又开始这样 那禅宗的那个祖师啊 一定这样 哇非常疲励 一定这样 断到你没有办法这样 你执着这个 他就断你这个 你执着那个 他就断你那个 所以当你直入空王殿的时候 一般众生又开始产生执着性了 有个空王殿可入对不对 那有其他的诗就是怎样 拆了空王殿 拆了空王殿 好把你这样 执着的东西也给这样 拆了啊 所以那你连空王殿都不得入啊 那怎么办 这就是众生 那个种种的一支卸托 有没有 我们之前不是有说所谓的卸托吗 卸托就是卸托到最后面 连最后面的都不执着 那才叫做最后的整个 真正的一个卸托 好 那我们再来看这首诗 这首诗其实 那个新建很好 同学在 不管在对世间法的种种啊 世间的种种 或者是修行的心态啊 这一首诗都很好用 可以清楚了 我们看到 有一个白符呢 我们知道那个符层啊 就是那个 有些用那个做的那样子 能够符这些 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符子 那个就是符丛的一个器具啊 或是那个符那个灰层啊 那有些是用线去符的啊 有些是用羊毛做的 有些是用树皮啊 那这个东西因为我们 禁用这样 猫啊牛啊尾啊 或者是那个马尾 因为这个就会造成众生的一个痛苦 像羊毛还好只是剃毛嘛 他没有办法不会去伤害到那个 那个众生的生命 那在皮纳爷杂事六里面有讲到 原在那个广阳城啊 那或者是在那个猫猫的瓷册啊 或者是在高阁的堂中啊 常常会看到的那些 就是笔丘啊 被蚊虫所食啊 这就是被钉啊 被蚊虫钉啊 那身体就很痒啊 然后常常都这样抓啊 那世间人就 那个俗人就看到啊 就问啊 那圣者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然后就以事俱打 他说圣者何故不辞 那个就是人家说的那个浮尘啊 去就是挥掉这些蚊子之物啊 那就回答说至尊不取啊 所以乃以圆掰佛缘啊 就是怎样 他说佛缘啊 就我今天那个朱比丘啊 续服蚊子物啊 那可以啦 就让他们去做啊 那便以重宝 做饼啊 有用那个鲤牛毛啊 尾啊 去做祈福啊 那一般俗人见到 就管说如浅啊 乃至于佛浅 所以就会开始有这五种 五种东西啊 那这个五种东西也 他们用的东西就不会用太好 不会用太好 因为用太好会怎样 得恶作罪 有没有 太好的东西有时候会让人家产生贪心嘛 万一有些 有些人居士看到那个那么好 然后万一想起了一些一些念头 或是彼此直接为了那个那个要用好的那个又起了贪心 所以一般他们普通就用这些比较粗糙的东西去做啊 那在这一首诗里面他不是哦 他是用非常好的沾坦木去做 沾坦木是一种香的木 他会发出一种香味 一种香味 因为他在描写这个这首诗啊 东西不要真的认为他是在叙述浮沉了 他是在叙述我们这颗心啊 这颗心啊 他这边就讲啊 白符啊 沾坦饼 这个他所做这个浮沉呢 非常的好 材质非常的好 自用沾坦木去做饼 那新日呢 新香呢 静日闻 哇 你如果站在这个沾坦木 沾坦的那个佛城旁边啊 你可以每天都闻到怎样 新香啊 对不对 我们刚才讲到啊 如果我们心清静了 自然而然这样 就是这样啊 新香静日闻 众生也会讲 哇 那如果你的心清静 众生也喜欢清静 如果你的心清静的话 因为同学想看看 你看佛陀时代啊 陈世音佛啊 就有一只�鸽子在那边嘛 那佛走过去呢 那那个鸽子一点都不会产生恐惧心 因为以佛呢 他的心非常已经非常清静 他不会他没有任何的念头 没有起任何的杂念 或是那个 所以他走过去的时候啊 而且他持戒也持得非常好 所以他走过去的时候 那个鸽子不会产生任何恐惧心 他们还是照样 那摄立佛走过去的时候 那个鸽子就开始哇 有点害怕了 就产生一些害怕的心 那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以佛陀这样 像那个张檀木一样这样 新香静日闻 大家看到那个清静的就会讲 想要清静了 如果那个心乱 心狂乱 然后非常的 那种贪嗔事念头很多 很杂乱的话 众生看了也这样 心不喜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 新香静日闻 那柔和如卷物啊 那个他那个 这个其实看起来 他那个浮沉好像可以这样 把物给卷起来 因为他非常柔软 同学这个在讲 讲的其实是我们的心 如果我们心能够柔软的话 炼这样 那物啊 那么大便啊 那心量啊 都可以这样 都可以承受啊 然后摇曳是行云 然后我们就是像所谓行云流水 有没有 那个心这样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非常的怎么样 该就是像一般的 有些人很多的心 心常常这样 拖泥带水 这样好吗 那样好吗 犹豫半天 然后也还 到后面还没做 那这个摇曳如行云就是这样 我们这颗心可以讲 柔软 非常的柔软 可是呢 当遇到一些事情该做的时候 我们就这样行云流水 要该做就去做了 好 该做就去做了 好 那这边这个浮沉呢 这边讲到 李凤一当属啊 当属的意思是什么 夏天啊 那如果形容于人 人来讲的话 夏天就是这样 你正年轻的时候啊 所以同学 这修行这样 最好就是在最年轻的时候 最好了 越年轻越好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啊 那个 那个身体状况好 那 做很多状况 做很多事情这样 比较能够有气魄 比较能够快速的去 那当然我们说老人其实 老人家的智慧 其实也很值得怎样 赞叹啊 只是说如果真正要修行的话 其实还越年轻越好 我们现在当下这个 就是我们最年轻的时候 所以要修要赶快 好 那刚才讲到高体负屈层 有没有 一般的人啊 高不层 高不层 低不救 对不对 好 可是如果我们透游修行 或者是对世间法的东西 怎样 就算是 要你当几千的人的面前演讲 也有办法讲 那当要你去就是帮大众 擦个桌子啊 捡个垃圾啊 你也有办法捡 也就是说高 高到哪里 低 低到哪里我们都可以啦 没有任何的这样 深断的一个执着性 有些像日本的企业 不是他们都很喜欢 叫他们的员工去禅修 那为什么去禅修 他们禅修的时候 常常扫厕所的 都是那些高阶的主管 为什么 你这就是所谓的高体负屈层 就是说他可以这样 高高在上 他也可以这样 你当你需要的时候 他也可以这样 可以帮你去除这些 这个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角度 这也就是佛菩萨 佛菩萨可以这样 高高的这样 坐在佛桌上让你摆 可是他也可以这样 过来这边这样 去就是去除叫众生的这些烦恼啊 那也可以说我们的心态 面对任何事情 我们如果准备好了 该做的时候我们这样勇于去做 不要说哎呀不好意思啊 像刚才做的不止衣不红 不好意思啊 那个大丈夫 那个以佛法里面 常常说大丈夫的气魄 也就是我们如果因缘性是成熟的 当然前面有很多讲到 那个居高位啊 那个求富贵的时候 常常都被人家所害或是怎么样 可是有些如果因缘性成熟的时候 可以做一些 当居其位能够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怎样 就算是高体也无畏啊 对不对 那时时方丈内 时时方丈内 那个方丈其实 方丈其实他指的是怎样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诠释 寺院里面的住持和尚 我们称为方丈 这个就是相传那个 维摩居士 他做的那个时事 他做的地方只有一丈 那他这个虽然只有方丈而已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 在维摩节级 那个里面经典里面讲到 就是当然有很多的人去 进到那个室内 也不会觉得那个室内 非常的什么狭小 那他就算剩下维摩节一个人 也不会觉得这个室非常的大 那其实就是 我们可以说是怎样 我们这颗心也是一样啊 时时的去观照我们这颗心啊 然后怎样 将用子迷人 这样如果我们可以 那个浮沉啊 如果我们可以这样 让我们的心能够清静 能够怎样 扫除我们这些贪生死的 这些种种烦恼的时候啊 那自然而然怎样 那个就是告诉我们怎样一条 怎样能够觉悟的路啊 对不对 能够告诉我们 就指引我们这些 一般的那个迷 我们知道一般众生称为怎样 一般的佛呢 佛称为怎样已经觉悟的众生嘛 那众生就称为还没觉悟的 那个佛嘛 对不对 所以迷人的意思就是在还没有觉悟的佛啊 那我们可以用这样 指这样 指这个迷人啊 告诉我们这样 该怎么做 能够让我们从迷到悟啊 如何能够从迷到悟啊 所以我觉得这首诗写得非常好 他这里面有讲到就是 对于世间这些种种的这个心态 该怎么去面对这些世间上的事情 那很多东西其实就在我们的心量里面 心量里面 如果我们心量很大的话 对于所有事情我们都可以这样 Hannah在内 那如果我们心量只有一点点的话 那个很多东西这样 处处都是自爱 处处都是烦恼 所以我们就是练习 练习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这些烦恼性给这样 用这个浮沉去除掉之后 然后让我们的心量能够扩量 对这世间法当中我们也有一些我们的一些认知 认知 那因为今天实践关系 我们就一起来做回向 好大众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功臣佛道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